我目前在品质管理中心任职 其实我是护理科背景出身 对医疗品质改善活动开始热衷了是在2002年 当时我是在心脏内科加护病房 执行第一个品质品管圈的活动 在改善过程中我感受到以顾客为导向的团队合作 创新研发的动力 记得在2006年心脏内科加护病房当小护士时 我们为了降低饶动脉质血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手不合病症 应用了很多品管手法的脑力激荡 发挥了实证医学上的精神 上网找寻了很多国内外文献 以找寻了各家厂商的配合 制作的研发了一个叫做饶动脉质血器 这个饶动脉质血器让我荣获了护理学会的创新奖 荣获了经济部智慧财产群的新型专利 甚至韩国所有的发明展 也荣获了金奖 一个创新发明不止家会的病患 对于临床辛苦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有帮助 也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那在2011年呢 在长官的支持及爱戴之下 我转换了跑道 至品管中心任职 工训了我对品管的热成及专长 我负责品管活动推行 那我将PTCA的品质改善循环 在整个体系的思考活动中 品质活动的成果 习有效的对策也纳入我的工作中 那就如正言上人所说的 甘愿做还洗手 曾经有为品管先进问我 执行品管活动会不会累 尤其是推动全院的品管活动 一定有很多困难之处 通常我都会笑笑地回应他 假如不累那是骗人的 真的很累 但是我做得很快乐 很甘愿 很欢喜 因为喜欢做是随心所欲 凭着自己的一念欢喜而做 所得的结果是好是坏 都只能是甘愿承受 在医疗行为当中 问题会不断地出现 新规业务也将持续地发展 所以品质改善活动 必须持续地进行 因此呢 我必须要不断地培植 精进人才 才是我未来要做的工作 在转任品管中心工作以来 我尊重荣幸 创造名乃渝量的工作场所 充分地发挥对品管的能力 在实行品管的过程中 我一定会亲自代理同仁 执行每一个步骤 给予同仁适时的指导 做教育训练 从主题选定开始 一直到研发工具 每年我也会举办 月内的成果发表会 让同仁人发挥他们的才能 在参加全国的竞赛之中 我也一定会陪伴 圈员们到场参加 在各项竞赛中 我们备受委员的肯定 那在医测会的获奖机枕中 我们也是全国的第一 命连来受药治医疗机构演讲 那我们也分享了 我们医品圈的一些成果 医疗品质的改善是无止境的 本人秉持着持续品质改善的理念 不断地进进与创新 期许台中荣中品质 成为中部及全国第一